离线版来读写Google实算表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 离线版 在index.html 开启的位置是在 App下面这里面 离线版的 index.html 我们开启Google的 读写Google实算表的 积木 那我们要来读写的是 这一个 题目的实算表 那首先选共用 知道连结,如果你只是要读的话,它只需要 解释 那如果要写入的时候,你要需要有编辑 的权限 那我们直接先给编辑的权限好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测试写入 我们直接写编辑 复制连结 按完成 那回到我们的 积木里面 请你拉出有信号的这个积木 然后 把连结贴上 第二个是 工作表的名称 那我们的工作表名称是什么 题目 我们就把题目 贴上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你要知道哪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那我们用缩的方式把它缩出来 假设我们要说出第2列 第3 储存格 2 蓝是2 列是3 蓝是2 蓝是2是1 2 这是第2蓝 第3列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读出的是 30除以6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执行一下 它会出2 30除以6等于多少 所以知道这个值 所以它是 读可以读取 Google试算表的值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写入 写入的时候我们一样要用 这一个 试算表 还有工作表 同样 相同的 这样子的 网址 我们刚才已经有给它编辑的权限 那我们要写入的 一样是题目好了 我们会在后面加一栏下去写 所以建议你自己可以另外开一个 好,我们用记录好了 这一个 好,用这一个 我们用记录写这个 工作表 等一下它会写在这下面 姓名跟成绩 姓名跟成绩 那我们接下来把 记录 的工作表名称给它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写入的值 写入的值是 姓名是谁 比方说我们用的是 王大同 请用 小写的 逗号 区隔 它的成绩是95分 假设我们要写入的资料是这样 记得这些 积木做完之后 你一定要加上 送出 资料 前面这边都算是设定 设定完之后要把我们送出的值写在这里 你可以写很多 一直往后加 一直往后加 加完最后送出资料表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边 这边是空的 那我们接下来 送出资料表 我们回来这里看 王大同95分 在9点11分 这个时候写的 这是对的 我们再送一笔资料过来 我们改成 李小美 他的分数是100分 我们执行 再回来看 有李小美是100分 这样子就可以读写Google试算表了 那么 您可以读写所有记得 我们还是觉得 是 出去 我们 有事